哇 这有一个特别大的海星 这个海星是真大呀 哇 还是活着的 真胖 看这海星上面这个足 全都是它的小触角 这个海星回去做个标本的 相当漂亮的 看 一般这么大的海星 现在很少见了 尤其这个海星的生存能力相当的强 就是它剩一只触角了之后 它也可以活 只有没点像大 它们有的吃啊 但是这个我不太建议你们吃 因为一般人吃海星身体有点受不了 但是不过这个海星确实是很胖 这海星得老多年了 能长这么大 这个带走吧 这个回去做个标本 非常棒 喜欢吗 又喜欢送你们了 哇 看 这有一个大海参 这个海参大 看 这也太大了 这个 这个最起码得六七年了 这个海参长这么大 哎呀 这行 今天没白来呀 甘海好几年都没抓到这么大海参了 这个是纯野生的海参 你看上面的是一个刺 就特别的圆滑 回去做个凉拌海参刚刚耗朴 哎呦 太幸运了今天 这个海参呢 它就喜欢带这种水草的地方 它吃水草 所以说在甘海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礁石边上的时候 找这种就容易找得到了 这个拿回去吧 哇 看 这有个海参 哇 这个海参行啊 我都好长时间没看到这海参了 这海参现在太少了 哎呦 吸得这么紧 哇 一直活着的海参 这个下面的这个地方 就是海参的嘴了 啊 还很活 它这个刺还在动 这个海参非常好 现在冬天的海参还是比较肥的 咱们大连有三种海参 一种是黑色的 然后另一种就是这个颜色的 还有一种就是马粪胆 这里这种海胆 肉黄啥的还是比较多的 味道非常棒 这个不能刺身哦 这要刺身扎满嘴刺 这可以带回去了 这个行 裙带菜 剪点裙带菜可以 现在这个天凉了 上面这个裙带菜也可以吃了 不少呢 回去裙带菜炖豆腐 老新鲜了 再过一段时间海带就出来了 这剪一小把就够了 回去做个凉拌 炖个豆腐都可以 好新鲜了 现在这个石头上面这种就是小生蚝了 这旁边的这种都让人给抠走了 我们要是弄点的话 回去做点利根汤也可以 现在冬天这个生蚝都很肥了 它虽小 但是这里面满满的全都是肉 这有一个 这个大 看 这个上面全都是肉 这个回去做一个利根汤是非常棒了 这有一个小扇贝 这个扇贝好像是死了吧 应该是 哎呀 没有 活着呢 哎呦我幸亏没上小手刀 我这样上小手刀的话就麻烦了 差点贝它给夹到 这个行这是野生的 这个小刺贝 这还不是小红贝呢 这是小刺扇贝 这个行 这个肉还是比较多的 吃起来比较好 今天只能整个小海鲜小拼盘 这个带走吧 这也可以 这种就是绿菜了 这个正常我们也可以吃 就是海菜包子里面 可以放加这种 然后再加点紫菜的话 就可以做成海菜包子了 这种做汤也很新鲜 紫菜这两天少 要是等推大炒的话 弄点紫菜给你们包个包子 还是非常鲜的 非常好吃 这种是可以吃的 稍微有点老了 不是很年轻 虽然我喜欢吃海带啊 但是不要叫我海带小王子了 否则我会生气的